幸福好时光 这是人间最美的相遇 是赖恒佳所写的 写给母亲的深情书 天下文化出版 那他从一直20年来 一直都住在印尼 大概只有打书的时候 可以这个离开他的公务 回到台湾 这样说对吧 我基本上大概一年回来两次 基本上就是探亲 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 我怕你一听就哭了 你有没有觉得回来两次 太少了一点 现在的确是有 其实真的这么刚巧 就是老天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 就是说其实妈妈走之前 几个星期我刚跟她说 现在好像已经慢慢 可以比较游刃有余 以后回台湾时间可以多一些 我知道那应该是你的愿望 但是讲完之后一个星期 她就倒下来 就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直一个 没有能达到的期盼 可是未来呢 我觉得就算妈妈不在 我一直觉得就是远嫁在别的国度的人 其实过了中年之后 都还是会有比较浓郁的思乡情节 是感觉其实会比在原来的地方 那个感觉更想抓住一些什么 所以那个感觉会更强烈一些 但老实说妈妈离开了之后 其实现在回台湾的感觉和过往 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什么样不一样 因为爸爸也还是蛮渴望你回家的 但是妈妈从以前的感觉 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 在旁边觉得很安全 很舒心 任何时候回来就是一个充电的感觉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觉得回来 小船回家了 对对对 真的感觉充电满满 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自己 现在发现自己要学着当那个充电器 要当自己的充电器 不然以前的充电器 现在无法使用 所以需要另寻 其实我觉得妈妈当时就是突然走 大家也都觉得很意外 那后来看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脑溢血 我觉得这就跟她的个性一样 就看得破想得开 她决定似乎就是不要拖累大家 就不再醒来了 有一点冥冥之中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其实第一次的时候送院的时候 医生本来是说 也许还有一个两成的可能 看看我们是不是想要再开刀了 再做一些措施 不过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 就又第二次第二次的出血 那一次的出血就是不肯逆 不肯逆转 所以感觉是她自己 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她可能不想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复健也许是一条比较辛苦 而且漫长的路 尤其是脑溢血如果的复健 其实是非常遥远艰辛 是 对因为脑毕竟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深不可测 所以感觉是她为大家做了一个 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家人一定是不舍 家人亲人一定是不舍 那比起大家在摇摆 在有一些忧虑 我想她是为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们妈妈 就是跟那个上一代的妈妈 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看了你的书之后 因为其实你妈妈跟大部分的妈妈 是不一样的 我求学过程中 因为一直以为 人间的母女大概都是这样 可是一直 真的不是 对对对 一直到慢慢成长 朋友更多了 就是不是同温层的朋友 或者是见的人更多 大家都觉得 其实这个是很不可思议 我们的这个关系 其实我觉得看你这本书 大概一般人 一除了看赖恒家 怎样去怀念她的母亲之外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她也在暗示我们 其实当一个好的母亲 有多难 你的母亲呢 简直就是一个标杆 但她这个标杆 是不传统的标杆 她有很传统的地方 可是她有她自己 非常坚持而独特的特色 比如说一般而言 你会感觉到上一代的女性 遇到事情 常常是抱怨啊 或者是恨铁不成钢啊 对小孩就是有很多的既望 都很传统 但是她一直都在守着一个 传统妇女的角色 家庭对她是很重要的 然而她 其实她的很多教育方式 是不传统的 是 虽然她自己是受示范教育 但是我们从小感受的 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 尤其是 其实大部分的长辈 也许对我们有一些 望子从容望女 成凤的期盼 或者是 大部分的长辈 可能把自己的这个面子 看得挺重要 但对母亲而言 她觉得这些通通都不重要 她常常说人 不用考太高分 不用太优秀 最重要的是 你能健康平安 而且要知道 怎么样把生活过得愉快 这对于小学老师出生的母亲 是不容易的 因为一般而言 如果你自己在学校体系 你就常常被陷入一种 叫老师的孩子 然后有相当的压力 然后你完全要遵守 成绩不好 你大概不要做人了 那当然你是成绩很好 可是人生也有很多的 就是挫折 但是你妈妈永远可以 扮演那盏灯 或让你温暖 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在这里 你说成绩很好 也未必 其实我上北云里的时候 第一次考试 就全班就有三个不及格 我就是其中一个不及格的 你觉得我及格了吗 我们这种乡下小孩要去 我第一次考41名 后来想想也不错 我们班有50个人 我还赢了9个 而我是一个乡下来的 我后来自己想想说 我觉得我大概跟你妈一样 内心有一种就是自己把自己板正的声音 但我觉得 当初学姐做得非常的好 我常常看您的这个脸书 对待孩子的这个想法还有价值观 我认为跟妈妈给我的其实是相吻合的 没有我曾经被气到你家出走 但是还是压下了 对不对 没有我真的有出走 后来再又自己乖乖的回去 因为有时候真的要走一走 刚刚那个赖恒佳 因为他真的气质很好 他跟我说 刚好像没有打招呼 我说其实我的节目不打招呼也没关系 可以直接开始 好那你打招呼吧 但如学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赖恒佳 她是我北宜女跟台大的学妹 但是我们之前不认识 因为还好歹这个有隔一段时间 我后来发现还隔的蛮久 因为我也是属龙的 是的 那我之前也写过我祖母的书 我祖母也是属龙的 我跟我祖母之间就是隔了48岁 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也不相信生肖 但是龙女精神是有一点恐怖的 我就觉得说自己无论如何 不管多沮丧 我一定要复活 你等着吧 谢谢您 我谢谢您的鼓励 我想我应该要这样学习 刚好小我一轮 对不对 我看了这本书 虽然我去印尼的时候 有找这个赖恒佳 然后因为当时 我那同学还在吗 在 还在 哎呀他不是说要退休 因为我的同学是印尼的大使 然后那天我们真的很坏 我应该还说 我一直说要去找那个同学要享受一点有被尊重的待遇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退休之前我没去那我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跑到印尼去 但那个印尼也发生了挺多事情的 从那个印尼之后我就戒酒了 真的 因为跟你见面的前一天啊 我自己的事不要讲这么多 跟各位说 那个我就跟同学我自己带了一瓶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为全年勤募饮酒 饮酒过量绝对有害见抗开 我就是一个现实的力争 我就是带一个品酒 因为是我台大EMBA的同学 大概有十个人左右 然后就很开心 那但是印尼的餐厅里面很冷 那你喝的酒是血管扩张 那外面出来又很热 是 我就眼睁睁的看着 我下了楼梯之后 我就看着我前面呢 我就知道我不行了 其实这个状况老实说 后来是完全没事 可是这也很像中风 有一点危险 有一点危机 因为后来是真的有休克 然后我就抓住前面的朋友说 我不行了扶我一把 然后我就没有自觉 后来回了 我本来起来 我多久起来我不知道 然后但是 后来就是到了饭店 我同学又看见我 在电梯里昏了一次 这太严重了 那天晚上他们想要把我送医 或他说我在饭店陪你 我如果不要 我不习惯跟别人相处 后来当然就是没有事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老天保佑 这老天警告 这很危险 是的 所以就这样 我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越来 活得越老 越循规道具的一个人 就清心寡欲嘛 好 那那时候就是 当然我就是找我同学 然后找恒家 认识了很多印尼的商界人士 后来我就发现 印尼商界所有的杰出人士 都是台大毕业的 有没有 有一些 有一些 真的是年轻的时候 就很有勇气 去那边开拓新天地 好 那么 现在讲到了这本书了 那有关于 恒家前不久才办了 新书发表会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那么久待在印尼 新书发表会 本来有担心没有人 对不对 本来出版社真的是还 他们前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内提醒我三次说 恒家你一定要 再提醒亲友 有新书发表会这件事 还要亲友自己 对不对 那么后来 这个我又简单的帮 赖恒家发了一个po文 说这是我的学妹 她有新书发表会 其实我也没说什么 谢谢学姐 是不是 我只是说她气质很好 您过家 然后结果去了150个 对现场大概算是150个 所以那个座位 好像还蛮不足的 出版社从来没有办过 那么浩大的新书发表会 对吧 我不知道这样问出版社 但是可能更多人应该是 在稍微大一点的场地 大概是因为这样 那后来她说什么 说她气质好不好 意思 事实上我真的告诉你 她说我看到 这个有生以来看到 气质是真正好的人 谢谢学姐 那跟她比起来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 好像是江湖来的 学姐您真的是太过奖了 真的 后来呢 发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你的妈妈 当然之前我其实有帮赖恒家做了一个 她也会觉得很害羞的广告 因为当时去那个 各位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去发过 有一个女生 女作家 跟宋仲基的额照 有没有 那就是让人家传给我的 她说宋仲基好有礼貌 那个刚好是我们去那个清景泽 日本清景泽旅游 新野度假村 对对对 结果我就想 这个人好像有些眼熟 但因为他一直穿帽T 一直看起来很年轻 高高的帅帅的 是是他本人很年轻 对 结果因为我们早晨散步 一直到就是一路一路碰到了几次 新野度假村我住过 其实能够散步的路也没有那几条 一定会走来走去 是就是绕来绕去 碰到他大概三四次吧 我后来终于想起来他是谁 可能是宋仲基 对对对 而在看他的伴侣 我就更确定应该是他 是一个外国人 对我就更确定 看着你应该也在想说 这哪一国的 怎么不认识我 对对 我觉得他在那个眼神 好像有一点 没有没有要讲话吗 后来碰到了第三次 我就想可以跟您合唱 他很开心 他就马上说 Where are you from 终于他认识我了 他的英文很好 也是很好 他说Where are you from 我说从台湾 刚刚好那时候前两天 台湾有很大的地震 今年的很大地震 他就他就关心一下台湾地震的状况 对所以也是一个很暖心的人 是 然后于是呢 因为他不好意思发 我刚刚说那我帮你发这个护照好 因为那是我的偶像 其实宋东基的电影 不是 他的那个电视剧 剧集我都有看 是 其实我对他还好 不好意思 好 今天是要讲妈妈了 我就说 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他怀念的一个人 也许是妈妈 祖母 父亲 祖父 可是为什么你去看一个别人的妈妈 会觉得挺感动 你这个妈妈 他其实是一个 应该算业余作家 是 他很喜欢写东西 但他也不算是就是专业的作者 可是他会 你看写给女儿 从你去美国读书 后来嫁到印尼 还有从你弟弟去澳洲读书 对 他可以每两天写一封手写信 他每天写 每天写 每两天寄出一次 他是真的是每一天写 好 刚刚提到了赖恒家的妈妈 这本书 我还是要把他的书名念一下 天下文化 人间最美的相遇 那么你的妈妈 他就每天写信 是 我们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只有父母在台湾 然后弟弟跟我都是在国外读书 那时候妈妈就是每天写信 每两天寄一次 他心里就是分享 他和父亲在台湾的生活 那给我们有一些生活的提点 你爸爸那时候从公务人员退休了没 没有 他就是还是一直在 很辛苦的公务体系里面 但妈妈也常常在发表文章 然后每天还有写日记 事实上 我刚刚说 他是业余作家 好像不对 因为他真的写作 占据他的人生很长 包括给你们写信 是 而且那时候已经通讯软体很发达了 他不是打电话 我们那时候可以打电话 那时候的通讯软体是Skype Skype Skype 但是还是写信 他还是写信 他喜欢写信 对 但我个人也是觉得看这个文字 摸到信纸 看文字的感觉 和话讲完 也许就忘了的感觉很不相同 应该是 好像20年没有接到别人一封手写的信 学姐 我写一封信给你 其实也真的不要 因为我已经不习惯接到信了 那时候 我记得我读书的地方是比较寒冷的冬天 每次放学回来 很冷的时候 就是那个飘着大雪的时候 走一段距离 大概走十分钟到学校信箱拿信 都可以收到妈妈信的 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那至今那些信我都还留着 其实那些信 现在对我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抚慰 好像读那个信 会觉得他还是这样说话 现在到底有多厚啊 蛮厚的 因为我 横摆起来还有 20公分 30公分 20几可能有 真的是 真的太感人了 但是这些都是很美好的记忆 而且你妈妈常写格言 我觉得他很像他那个时代 那时代最畅销出可能是 罗兰小语 对对对 还有刘庸 也有什么银窗小语 对不对 你妈妈就是这种 很会写格言的人 比如说他说 你说他在学生时代给你的格言是 像牛一样的勤奋踏实 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他自己青少年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格言是 可以像牛一样勤奋踏实 像木头一样悠闲自在 对后面那句话很重要 就是你不能只是勤奋踏实 那你很可能为了现实 而忽略的生活的美好 但是他的心态是悠闲的 而他其实也做到 其实他不容易 你爸爸也算就一个官嘛 对不对 可是他的整个人生之中 其实对他的而言 父亲做到什么样阶层的公职 其实他的心没有动 他除了想要穿旗袍去 后来也没有穿了 我想大概整个公务体系 从以前到现在 也许很难找到一位 有配给公务车 和司机的公务人员 他的伴侣 从来没有坐过公务车 这就是他和父亲 都是对自己的要求 即便有公务需要 一起出骑的场合 他一定是自己搭 大众交通工具 到一个地方跟父亲 集合才一起出现 所以刚刚讲到了 跟木桶一样的悠闲 你妈妈也常常告诉你 你当开始有一些挣扎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说 你要自己找快乐 很少有妈妈会这样 跟女儿说吧 对 比如说学生时代 他就一直说 不用那么用功了 你多那几分有什么用 去看一点其他书 做一点其他事 让自己高兴一点 后来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工作上事情 比较繁杂 他就会说 这都不重要 你去找你到底喜欢做什么 去做一花时间 做那些你觉得开心的事 那其实他最喜欢提点的 就是看书 他自己一个星期 从我们小时候 一个星期是解十本书 那他退休之后 一个星期就是二十本 所以他自己非常喜欢看书 他一直觉得看书是 对自己的眼界 还有智慧累积是最棒的 其实他在示范 不管到了什么样的环境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作家赖恒加 他从这个印尼回来 他其实是在印尼 是非常杰出的女企业家 但是你看看 人家就是也在商场上打滚 说话这么不急不虚 是非常厉害的 原来都是母亲做的最好的示范 人间最美的相遇 那么提到了 好我们现在 其实我今天就是 打算讲你求学的过程之中 妈妈那种正面的力量 他其实是跟我们一样 是心灵鸡汤作者 遇到了任何的挑战 也就是 其实你每次去比赛 都有得到名次 可是你其实是个 很容易紧张的人 非常容易紧张 好家庭的人都比较容易紧张 自我要求 期待 应该是说自我期待 稍微紧了一点 对你永远都是鼓励 对不对 然后即使就是在求学中间 遇到 其实老师常常会有大小言 对不对 或者是 因为妈妈也不会去跟人家讲说 我是官夫人 从来不会 你有没有想过那种状况 老师可能对班上哪一个 就是成绩没有那么好 或者怎么样的 比较好 只因为他父亲是 就是某一个阶级的公务员 但其实那种家的爸爸 他的阶级可能更高 但是他们家就是可以完全都不要讲 超低调 要是我就很气质 会很不好说 玻璃 因为喜欢抓 对所以甚至有跟妈妈认识了 这个几十年的同事 真的是到妈妈离开之后的 这个告别式 才知道说 父亲原来曾经有过的公职 曾经当过这么高的官 这样子 对 好 那么你 你讲的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 就是高一的时候 代表班级参加演讲比赛 对不对 对 那个是在北一女吧 对北一女的时候 其实北一女我一进去的时候就发现 我本来也是从小参加演说过篮球比赛 后来 可以想象 可以对不对 可是我是在乡下学校啊 山中无老虎就是老鼠就当大王 结果一进去的时候 老师叫我念课文 我觉得我已经念得很好 老师跟我说 哎呀你们这乡下来的就有乡音 哇太过分了吧 没有关系 我皮很厚 我来得住大级 我想说 我曾经得过宜兰斯冠军 老师你竟然这样说我 哇那个真的是 挫折感大 对不对 非常老师要检讨 对 然后你说呢 其实当时是有同学 就人家本来就战功标柄 对不对 是 我那时候在北一女那一届 比刚好是那一届的第二名 那有一位第一名的同学 所以学校就让我们两位代表 北一女参加全台北市的演讲比赛 对 那不过那一次 也是很有趣 因为他第一次要先复选 他要选六位进入最后决选 结果竟然是我 我进到前六位 但第一名的同学 反而前六名没有进 他两个阶段 结果这个同学 因为没有进入决赛 就哭着跑离会场 哎呀这个气质不好啊 要是我输了 我都还能笑呢 然后结果那个 国文老师为了追这样子 就本来就是把你这个 原来第二名就是放生 他只想让他得就没想到你进去 让他没进去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老师追学生 离开你一个有助选的被丢在会场 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我就看到老师把他追赐他出去 我在后面想说 那我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出去一下他们上车走了 我就想那我应该还是要回来把它比完吧 所以我就后来又回会场 还要再比啊 因为前六名嘛 先选六位然后再来一个决赛 而且是同一天 对对对就马上进入决赛 不过好险就是因为母亲的鼓励 所以那一次后来让我拿到台北市的第一名 是是 结果其实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荒丢 对不对 一个被丢掉的孩子 结果拿了第一名 我当时其实那个时候年纪比较轻 比较惊吓 现在想起来有点有趣 好这些都是训练出来的 然后连你后来再学这个拉花 其实我觉得你比较就是就好人家的孩子会比较容易沮丧 就一次失败你可能 我的失败对我不重 你可能会对自己要求更高 但我觉得那个是我之前学生时代 其实这个感觉从到了印尼之后又不一样 到印尼之后因为一开始的确各种大小挫折还蛮多的 所以其实是那时候也有一些小小的训练 结果只要你挫折 你妈就连看你咖啡拉花就说继续练 你一定可以得到世界冠军 这太正面了呀 是啊是啊 其实我也是只拉个笑脸 两滴眼睛一个微笑 她说继续练 你有一天一定可以拿到世界冠军 这种妈妈的难得 所以你知道吗 我看这本书是在反省我们当母亲的一种能力 你也未必要像她妈妈这样 就是每天就为了要给她吃 非常新鲜的便当 只是因为她讨厌真便当的那个味道 她就去就每一天不间断的帮你送饭 那时候国三那一年对全班都订便当 只有我一个人是每天有妈妈送的热便当 跟你讲这个欠的恩情多了 是啊 所以当子欲养而亲不戴的时候 那个伤痛其实是很巨大的 其实我以前也是挑嘴 那我家里学校没有很远 但事实上骑脚踏车大概也要十分钟 以前就是我祖母啊 就是每天因为我讨厌便当的那种真的味道 你看多挑剔的孩子 其实家境不富裕还是有人 可是有人没有关系 我是真的觉得很难吃 那我祖母也是每天就是中午啊 就在外面帮我送便当 我后来回忆起来 其实我从小就知道 那个是爱 我就说无论是谁怎样 我一定会扛起养我祖母的责任 因为那个欠的恩情 你只要想到每一天 你看我现在讲起来眼眶还会红 你欠太多了 光那便当欠了不止365天怎么办啊 可是学姐 您会不会觉得想到这些事 就会觉得自己曾经这么样被深深的爱过 是的 问题不在便当 是那个被爱的感受 其实是很温暖 那我们有这份感觉 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 原则上我们应该有 要有更强的自愈能力 让自己走得比较好 才不辜负这份很深厚的爱 那杨佳虽然成绩很好 但是其实你看 每个人进北一女高一的时候 都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你说段考数学只有62分 所以老师还约妈妈去谈 62有及格 那一次因为老师是那个 他说他自己是 导师是数学老师 他说我考这样子 他跟妈妈说 这个女儿这样子考全班倒数 真的是丢我的脸 才高一这么紧张 不适合当班长 要么他要加油 要么不然就是让他不要当班长 对对 那我还坐在旁边 我想因为他也是新 现在回想起来 他是新的老师 总是想要做出一点成绩 那班长数学这么差 大概让他也是很脸上无光 所以那天 那天家长会之后 我心里很难过 觉得让父母蒙羞 对 但是那时候就自己掉泪 妈妈就说哭什么哭呀 不用哭啊 她说老师莫名其妙 62又怎样 及格啦 然后我还跟妈妈说 不是啊 这一次段考满分是110 你妈还跟你说要那么多分干嘛 她说不用多那么多分 你多那么多分 要做什么及格就好 那我说可是这一次是满分是110 她说莫名其妙 干嘛还要多10分 她就自己揉歪掉了 不过那种满分110 也真是一种变态 62就算不及格了 对对 所以她就说 下次因为这种事 老师叫我来 我也不想来 没有关系 所以那后来 就是因为她自己楼就歪掉 她就是一直在想说 那为什么还要多10分 真是莫名其妙 这件事情啊 谢谢大家 你可以 那个 调的